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顶商人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清末著名灰山胡雪岩 家产一度达到2000万两白银 按照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60亿元人民币 是当时当之无愧的首富 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又使家境贫寒 以放牛为生 后在亲戚帮助下 进了杭州的一家钱庄做学徒 期间认识了一位落魄书生 这人名叫王九龄 胡雪岩认定其前途不凡 挪用了钱庄五百两资助的 王九龄发迹后 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之御之恩 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 后为傅康 而后 还又一仗军机大臣左宗棠 迅速积累财富发家 甚至谋取了官职 而且是是晚清官场达人 朝廷授予他不正实贤 四红顶带 黄马挂和紫禁城骑马待遇 官职相当于傅省级 黑白通吃的胡雪岩 成为中国商人的偶像 后人佩服他权钱一把抓 从一个放牛娃一夜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 然而他用三十年缔造起他的财富王国 最终破产却只用了三天 他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从成功的巅峰跌落呢 在有小说《红顶商人》改编的电视剧中 让胡雪岩搭上身家性命的是他的死对头 圣轩怀 胡雪岩和圣轩怀 是当时最大的两个红顶商人 又都是百年不遇的商界奇财 财力都堪称富可敌国 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之争 圣轩怀所涉猎的产业 从传政到仿之栽造电报 无疑不语 胡雪岩碰撞 光绪八年 圣轩怀对胡雪岩发起按战总攻 胡雪岩防不胜防 最后穷途陌路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这源于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政见不合 胡雪岩一生中最大的事迹 便是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 当时李鸿章坚决反对出兵 西征 而左宗棠坚持西征 而西征费用正是胡雪岩帮助左宗棠丑挫的 因此李鸿章想出了排左仙排胡 到左仙倒胡的策略 通过大力复持圣轩怀 以此打压胡雪岩 小编最认可的一种说法是 胡雪岩真正的克心其实是朝廷 试想如果朝廷保他 修说一个圣宣怀 就是堂堂李鸿章能奈他如何 其实胡雪岩的命运始终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的所谓传奇 只不过是寻族权力 而后又被权力吞噬而挤 官商结合的经济模式中 胡雪岩更像是朝廷庇护下 成长起来的经济动物势必还会阴朝廷绕过年而遭屠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